植物性饮食主义近年来逐渐受追捧 适逢农历新年也有不少人趋向非肉类选择 那么就有本地一位食品业者首创以发酵黄豆制成的肉干 开放预定半个月就额满了 那也有主打植物肉菜肴的餐厅 在除稀到初三期间的预定也已经超过了七成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一片片橙暗红色对待焦脆 与一般肉干相似的这些素肉干 其实是以发酵的黄豆制成的 梁英宏去年底开始研发食谱 将发酵数日的天背切片下锅油炸 调味烤熟后再火烧 全手工制作过程意味着需要更多人力 为应付订单他聘请了四五名零食供应级 其实我觉得现在新加坡人越来越多 不要吃这么多肉的食品 其实吃天背的人不是很多 我做成的这个八卦天背 他们吃的都觉得很好吃 尤其那些都是没有吃素的 他们吃了我肉干以后都喜欢 都说很像真正的肉干一样 海南鸡饭 乐沙 河粉 印度煎饼等 这一道道南洋美食 都是以植物性原料烹饪而成 这家素食餐厅今天开业第二天 反应热烈 农历新年订单已超过七成 业者也出售一些肉类替代品供食客选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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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